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值是1.6亿港元 曾出租给幼儿园 后来回收重新装修 分配给霍启刚 郭晶晶使用 此前有媒体在新居拍到 霍启刚两个女儿的正面照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货家遗产是通过基金每月发放给子孙 当时郭晶晶生完第一胎 港媒就透露 霍启刚夫妇每个月会多6万港元的育儿费 生得越多 他们就能够支配越多的零用钱 也会就越来越多 而豪车与豪宅甚至是珠宝首饰的所有权 都属于霍家 根据子孙不同的需求 同样是分配给他们使用 勿求做到公平公正 不需要为遗产商干清 据霍启刚透露 他们这个大家庭非常的和睦 每逢周末 所有人都会回到大宅 与老夫人吃饭聊天 晶晶十分喜欢他们家的氛围 很快就融入了霍家 这一天港媒拍到霍启刚三代同堂在沙滩一起玩的温馨画面 他们一家人果然很是和谐 从图片中可见霍启刚陪着6岁在霍中西跟3岁的霍中岩玩 同场还有74岁的霍振婷以及晶晶的妈妈 郭晶晶不见人影 估计留在家里带最小的女儿霍中仪 晶晶曾公开大赞霍启刚是好爸爸 无论他工作有多忙 每天一定会赶回家陪孩子睡觉 周末的时候更是会抽空带孩子出去玩 港媒也多次拍到他亲自带孩子的画面 绝对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霍启刚很有耐性 陪着两个孩子一起玩沙 郭妈妈帮助外孙堆起沙滩城堡 霍振婷就躺在沙滩躺椅上享受日光浴 皮肤很白身材保养的还可以 玩到了晚饭时间 两个孩子仍然是不想走 霍启刚很理智的去跟他们沟通 让他们收拾好东西回家 而郭妈妈则带着外孙去洗干净玩具准备回家 安排好岳母和两个孩子 霍启刚就帮父亲将沙滩椅跟遮阳散收起来 即使要照顾孩子 他也不会忽略长辈 孩子回家梳洗 霍启刚则独自到餐厅拿外卖 可能是怕霍振婷吃不惯他们家的菜 主动给父亲加餐 有这样一个好丈夫帮忙 难怪郭晶晶说养三个孩子都不算吃力 曾经的跳水女皇郭晶晶 在她的身上似乎有个宝藏般 值得我们去探究 当下的疫情期间 很多的现役运动员和退役运动员都选择捐款 比如说李娜捐款了300万 郭晶晶和丈夫霍启刚更是低调的 给武汉捐助了高达7000万的救援物资 也让网友们纷纷点赞 更有人称郭晶晶才是国民女神 虽说在面对疫情上的捐款之上 郭晶晶夫妇非常的慷慨和低调 但是日常郭晶晶夫妇却是依然节俭 一提到豪门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锦衣玉石 移至仙京等字眼吧 也会想到那些生活奢侈浑身珠宝的阔太太们 但是在很多人眼里 加入豪门就是意味着下辈子 吃喝不愁 意味着奢靡的生活 但是郭晶晶却还挺朴素的 这一位前世界跳水皇后跟他们不一样 郭晶晶与霍启刚两人相识于2004年的一场晚宴 当时郭晶晶刚拿下奥运会冠军 代表国家队去香港访问 晚宴上很多人都找郭晶晶合照 霍启刚也去了 两人缘分由此展开 霍启刚为了追求郭晶晶 特意去恶补了普通话 郭晶晶的比赛亦有时间必须到场拍照 很认真的在追求 两人经历了八年的爱情长跑 终于在2012年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婚礼上还有一个段子特别有意思 当时李云迪去现场演奏完 与新郎和新娘合照 就在这时霍启刚傲娇的 让郭晶晶揽住他的手臂 理由既然是不揽手臂 大家会不知道新郎是谁 这种宣誓特别可爱对吧 结婚后还是依然有很多人 不看好这对夫妻 毕竟对照两个人的成长环境 还有家事背景 两家相差的太大了 而郭晶晶又加入是香港豪门霍家家族 如何做好一个豪门儿媳妇 比谈恋爱时难度要高很多 可是让人跌破眼镜的是 郭晶晶朴实无华的做派 不但让霍启刚感到星月臣服 同时也博得了霍家上下的欢心和肯定 婚后的郭晶晶退去了冠军光环 过着身居简出的居家生活 只是偶尔出席一些社交场合 一如既往的保持了普世风格 2015年的9月 郭晶晶和霍启刚一起出席了 在北京举行的阅兵仪式 某些网友在一番平头论足之后 很快从这位豪门媳妇的一身行头上 发现了新话题 400元的包 1元钱的发圈 300元的鞋子 她过着和普通人并无差别的生活 却更加的洒脱 或许是受郭晶晶的影响 记者也发现霍启刚有奢入见 比如说她被拍到一个人拎着大包小包出入 在平价超市挑选购物箱 甚至下班去买打折的面包 这夫妻两人即使是坐拥过亿的身家 浑身上下却少了珠光宝气 少了浮夸炫富 少了嚣张气焰 浑身只有朴实和低调 他们照样享受着平民百姓的自由与快乐 他们过着和普通人并无差别的生活 享受着这份幸福又平淡的生活 2013年的8月 郭晶晶为霍家诞下第四代长孙 每月的零用钱也涨到了12万港币 尽管从来都不为钱发愁 可她仍然过着朴素低调的生活 并多次被媒体拍到情节节约的画面 2017年的4月 郭晶晶再诞下第二个女儿 2019年4月26日 喜当爹的霍启刚在微博上晒出了三个孩子的照片 公布喜讯 满满的幸福感都溢出屏幕了 家里不久又增添了一名小成员 每天都特别热闹 有别于其他的豪门天孙产子的高调寻传作风 郭晶晶霍启刚这对夫妇真的是非常低调了 特别是第三胎真的是特别的低调 作为豪门的儿媳妇 郭晶晶不仅给自己节约 对待孩子也是很少买品牌货 她多次被拍到在一家平价的超市扫货 看她全程购物神速 看起来轻车熟路的样子 显然是并非出此光顾 结证完毕 郭晶晶还不忘拿着购物小票却服务台办理停车优惠 令人感叹她耻家有道 有朋友问郭晶晶为何不给孩子选择名牌店 她笑着回答不是花不起 而是小孩子长得很快 一件衣服穿不了多久就不能穿了 没必要浪费 而且路边摊也有很多质量好 款式不错的衣服 对于郭晶晶来说 嫁入豪门并不代表什么 她是霍太太 不是阔太太 也跟普通人一样 要过柴米油盐的生活 要养育孩子 对她而言富贵金钱或许可以改变某些东西 但却无法改变她渴望平淡自由生活的初心 郭晶晶曾上过邓雅萍的访谈节目 聊起自己养娃的过程 郭晶晶说到 她的生活和普通妈妈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每天接送孩子们上学也会感慨着 孩子长得太快了 很快就长大了 不舍得 所以我们也会看到 她和霍启刚夫妻一起带着儿子到田里干农活 吃农家饭 体验农家生活 霍启刚手把手教儿子如何插秧 五岁多的霍中西 不怕脏不怕累 专注的样子十分的可爱 爸爸霍启刚也在网上表明了 他们夫妻两人教育孩子的想法 出和日当午 汉低和下土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每天都跟着孩子念 但是真的知道背后的意义吗 刚刚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跟老婆孩子一起去香港二澳村 体验了插秧 领悟农民伯伯的辛苦 现在的孩子们成长在幸福的时代 没有饿过肚子 挑食和浪费变成了习惯 他们更需要知道食物从哪里来 学会珍惜 学会知足 但是在教育孩子方面 郭晶晶也是有着自己的原则的 从不心软 毫不退让 是个名副其实的虎妈 儿子就读的是 年学费14万的香港宝山幼儿园 他被誉为幼儿园中的哈佛 公公霍振亭在一次采访中 提到透露 郭晶晶每天都会监督孩子读书 孙子常常做功课 郭晶晶也提到过 有时候公公霍振亭来看孩子 如果孩子们作业没写完 他会坚持原则不给公公面子 让孩子先写完作业 再陪老人家 他希望孩子能够养成时间管理的习惯 做事情有规划 郭晶晶和霍启刚的教育方式 也让网友们感受到他们这一家子 谦逊温和的豪门之家 十分接地气 网友们纷纷留言称赞 最接地气的豪门 与众不同的豪门 一家人都很优秀 这样的教育非常好 对于郭晶晶被公认命好 毕竟丈夫呵护有家 孩子可爱乖巧 深受婆家认可 不管是公公还是婆婆 都公开表扬过他 公公霍振亭就曾经在采访中 连用三个词来形容夸郭晶晶 人好专注律迹 郭晶晶身上一直都是一个 不卑不亢的心态 还在和郭启刚热恋的时候 就曾有记者问他 被富豪追求是不是很行动 他干脆地回答 他是豪门 我还是冠军呢 豪门很多 冠军可没几个 他善于学习和沟通 他看到霍启刚解决问题的方式时 会觉得原来可以这样啊 所以遇到意见不一致怎么办 郭晶晶表示 不是固执己见 而是两个人坐在一起沟通 看看谁的方法 更适合去解决问题 这样很多困难 也就迎刃而解了 所以这样的女孩子 活得通透 活得自信有地气 她幸福也是应该的 给他600 那家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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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发生的 天壇 带来 感谢观看